中國海外在啟德區的維港一號即將推售 它是跑道區裡第一個住宅項目 它本身由兩座高座和一座低座組成合同1059個單位 歸納市場上高有兩大賣點 第一是它有交通 因為屯馬線通車之後 這區交通就變得很變質 第二個因素就是景觀 它是三面都看見維港景 實情是否這樣 我都決定和大家去實地考察一下 衝景屯馬線全線空車啟德區即時成為焦點 但不要以為由啟德站出發走到跑道區會很近 大家都知道整個啟德區的版圖超過320公頃 由土瓜環一直橫跨到觀塘一帶 如果由啟德站走到跑道區 差不多等於由彩虹走到九龍灣 雖然拍攝當天下雨 但為了大家我都決定由啟德站出發走到維港一號 其實路程都幾迂迴 因為原本走到體育園 附近是沒有路可以去到成峰道 我一定要走回回頭路 向九龍灣方向走過去 條路真是很長 加上下雨真是很狼狽 都另外覺得很絕望 明明剛才我在啟德站出來 走到沒多久就會見到成啟道 那邊就是啟德體育館 啟德體育館那邊 其實遠處已經看到啟德一號這個樓管 但偏偏那邊原來是沒有路可以走到過來 你必須要在成啟道那邊 搖回到機電工程處 再搖回到國際展貿中心和Megabox 再搖過來兒童醫院那邊 才有條橋可以搬過去維港一號 所以不要傻 千萬不要像我那樣 在啟德站出來走到維港一號 直接在九龍灣那邊坐車過來 就沒有那麼生氣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你說團馬線效應 是對維港一號有幫助 我覺得兩個字 經過天橋來到跑道區 其實日後兩邊都會建新住宅 這裡一共有11個住宅項目 其實都要視乎你的項目是坐落在跑道哪個位置 因為一頭一尾有些距離 由跑道區頭段走到尾段 就是差不多到郵輪碼頭那邊 都需時差不多要8分鐘 至於維港一號 即是4B區二號地盤 就屬於中段後排位置 如果你對啟德區有了解 你會知道按照原定計劃 本來跑道區是受惠團馬線 因為整個啟德區的規劃 是會配合高價輕軌鐵路 將啟德和九龍灣和觀塘連接起來 只是在2020年施認報告之後 政府說工程複雜 所以輕軌鐵路胎死腹中 一句工程複雜就各自 但這十一幅住宅地 其實有九幅都是推翻計劃之前招標 發展商都是憧憬有基建 而投地價出手又特別闊爛 其中維港一號前面 由新世界、恆基、匯德峰、華茂、 中國海外和帝國集團 組成財團頭德4C區二號地盤 地價高達$19,636 其餘部分都高追到$17,000至$18,000呎 但政府推翻了輕軌鐵路計劃之後又怎樣呢 長實投到跑道區單邊海景地皮 每石地價已經跌到$15,861 等於地價跌價兩成 又一個摩頂投地被政府獻獲金的例子 依賴不到鐵路 只能夠依賴陸路 我現在身處這條叫成峰道 土木工程處都做了少少改善工程 包括你看到這邊是有一道雙線行車確闊了 這邊也是有雙線行車確闊了 去到7.3米 樓上就是一個圓景的平台 闊度是11米 讓市民可以在上高下休息 同時向著避風塘這邊的地盤 都會加入一些隔音屏障 去阻擋DFD行車的噪音 而在道路和地盤之間的距離 都保持了大概是9米到11米的距離 至於輕建中的T2幹線 即是沉在避風塘底隧道那一段 其實日後會接駁中九龍幹線 但不會經過跑道區 你問我道路改善工程有沒有幫助呢 或者會說住在這裏 你最好懂得開車 最好你自己有車位 以及最好懂得控制自己開車的情緒 因為不要忘記 全部開車的人士 都只能依賴這條唯一的鋼道 乘風道出入 先不會說跑道區 最後的三幅地會否改造住宅 只是這11幅住宅地 合共有770多萬呎的樓面 我粗略以500呎單位去推算 這裏都會有住宅15400個 假設每兩戶有一格車 車輛數目可以高達7700格 三分之一的車輛同時在乘風道行駛 場面都可以很壯觀 每次開新盤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跟你說 發展商正在申請穿巴 接駁去鐵路站 所以交通會很方便 我真心想和大家說 基於交通負荷問題 現在申請穿巴難度很高 多數都不會批 我知道在掃管窟 已經有些新盤的準買家中了伏 所以千萬不要輕易相信 一些未經證實的傳言 要自己過慮一下 少少題外話 我們之前都驗過啟德1號 都是中國海外發展的 驗樓得分是83分 想知道這個發展商的 起樓手工是怎樣 都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 參考驗樓的影片 至於維港1號另一個賣點 當然就是盤如其名 是維港 但實情是否這樣 其實用航拍片 拍出來甚麼景都漂亮 問題是自己單位是否真的看得到 首先要知道 整個跑道區的住宅 是會分開前後兩排 一邊會望向兒童醫院 九龍貨倉 去到觀塘海濱長廊 另一邊望向維港方向 維港1號向後排 即是向東北方向望向兒童醫院 包括2B座的ABC室 都會和醫院正望 部份單位側望九龍貨倉 和觀塘避風塘 包括1A座AHG室 1B座ABH室 和2A座ABH室 但望九龍貨倉方向的單位 前面都有可能會望到 維港1號的低座型海大宅 所以都必須選到10樓以上 才有保障一些 剩下的單位包括2B座JKH室 就會望到隔離4B區1號地盤 簡單來說都是樓景 至於望向維港方向 包括1A座BCDEF室 1B座CDEFG室 2A座CDEFG室 都因為日後前面4C區2號地盤 會起樓 無論選擇高中低層 都會受到阻擋 原本的維港景就沒有保障 我知道單憑幾十秒的影片介紹 大家都未必可以看清楚景觀全貌 其實我們網頁都新增了樓盤全景VR片 可以看到樓盤全景 想看的話可以去我們的官網 Woochartpop.com.hk去試試看 交通景觀都有點惡情 暫時未說服到我去認同樓盤的優勢 不過首批開架我覺得都有反映出來 首張價單212個單位 一間可以買到一房單位 部份兩房約1000萬以下 所以我覺得都值得去看示範單位 看看可不可以搶分 維港1號兩房佔過半 分耿廚和開放式廚房兩類 當中示範單位這款 兩房連開廚比例是多些 一共493個 分佈在16柱單位裏面 示範單位是2BJ室 實用面積451呎 入屋門後面有一個凹位 現在又放了雪櫃 廚房分開兩邊放 其中近大門的廚櫃下面會有一個鞋櫃 直到客飯廳都算多闊落 再出就是露台 酒廊兩邊有洗手間和睡房 睡房做到廚房同向 近廚房有45呎 面積不算很闊落 主人房有90呎 附設一些位置可以放在衣櫃 至於洗手間是黑廁 不過會附送BOSE的喇叭 你問我這一柱單位 是否兩房開廚首選 我答案不是 答案跟之前所說的警官有關 因為示範單位這一櫥 其實外網會看到4B區1號地盤 日後都會起樓 所以警官會受阻 其實不少兩房開廚 包括1A座BCDEF室 和2A座CDF室 日後都會受到4C區2號地盤所影響 7除8扣後 我覺得兩房開廚單位 只有3處比較值得考慮 大家可以記下 分別是454呎的1B座A室 460呎的1B座C室 和459呎的2B座C室 1B座A室 其實向東北望向九龍貨倉 和避風塘方向 10樓以上都可以避過前面低座所阻擋 警官相對有些保障 1B座C室 雖然警官有變數 不過它是唯一全盤屬於非黑刺的兩房單位 至於2B座C室 望向東北 望向兒童醫院 則望避風塘 警官亦相對有些保障 之後我們會參觀一房的示範單位 其實一房是由8處提供 面積由329至355呎 示範單位是1B座D室 面積330呎 開設上我覺得都算挺健勢 因為客飯廳都算挺方正 都挺方便擺放家具 廚房同樣都是分開兩邊擺放 直入主人套房房的後面 發展商都訂造了一個入場衣櫃給準業主 洗手間屬於套廁設計 走出外面這個位置是主人房 同樣 其實示範都不是一房套房首選類別 背後亦和警官有關 因為一房套房只有1處 就是2B座B室 是不會受到日後的地盤發展所影響 其餘都會受到影響 不過我們不太累積 去到官網看破人包 你就會對警官分佈一目瞭然 最後和大家參觀三房示範單位 維港1號的三房 分為純三房、三房一套 三房一套連工人房 一共有244個單位 示範單位這款三房一套連工人房 會佔三房比例多些 全數都會扭向東北 望向九龍貨倉和觀塘避風塘一帶 其實警官因素大家都是均等 所以主要都是比較內籠為主 示範單位2A座H室面積774呎 是三房一套連工人房 免數最大的一柱 客飯廳空間都夠寬敞 面積差不多有197呎大 而客飯廳外接弧形露台 講到露台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維港1號全數工作平台和露台 都是合併了 它應該是繼富豪酒店在西營盤上龍之後 全港第二個重現工作平台和露台合併的住宅項目 背後和屋宇柱修訂環保及創新樓與作業備考有關 容許發展商如果提供便捷去方便維修和保養冷氣機散熱器的話 就可以將工作平台和露台合併 而無需分開1.5米的距離 現在維修冷氣機散熱器 只要你揭開上高的小隱門就可以做得到 真的方便了很多 經過走廊三間房都做到廳房同向 兩間睡房分別有46呎50呎 對面是洗手間都是黑廁類別 直到尾就是主人套房 連套廁就近150呎大 不過剛才也說過 三房一套套廊工人房是要比較內隆 如果量度內隆的話 其實每處的分別都不算很大 所以視衛這款面數比較大的單位 其實它攤分工用面積比較多 所以簡盤策略上高都是簡細不簡大 首選2A座A室 次選2A座B室 之後才去到1A座G室和2A座H室 其實我們網站裡都加入了示範單位的VR 你可以在家裡都可以全方位看到 樓盤示範單位的每個角落 至於樓盤的開價和付款辦法攻略 我們在網站都有詳細文字說明 大家可以慢慢去看 最後都是賣廣告時間 覺得我們的影片有用 也記得留言、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胡說樓市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下星期有新資訊都可以通知到大家 今次維港1號的分析和大家看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這個禁止